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看这个经文 那因为他 前面是讲到 地藏菩萨 那么 作和谐 因地就是他的因 就是他最初 他是发什么心 修什么行 然后才有这样的殊胜功德 那他这里 那佛就跟文书施利讲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经文的这个十二月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草木丛林道麻祖伟 伟就是卢伟 那么三十为成 那么这个草木丛林道麻祖伟三十为成 这个是世界上 植物 那么矿物 啊 这一些 那么这个是国土世界 一物一树 作一横合 就一只草 啊 一个 一只树木 那么 一个道 一个麻 一个竹 一个围 就一物一树 作一横合 就每一根草都是一个横合 那横合基本上印度都在形容非常多 叫做横合沙 啊 那一横合 就是有一条横合 那每一条横合 你看 每一根草 都是一个横合 那每一个横合 里面的沙 都是一个世界 一横合沙 一沙 就一世界 就是说 这个世界里面的一根草 是一个横合 那么 这一个横合里面的一粒沙 是一个世界 那么这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成 一个围成 都是一节 这个叫做成点节 就是把地球 成点节基本上是把地球磨成 一个 所有地球都磨成 一个 一个粉 那现在讲的更扩大 就是 里面 每一个点 每一个 就是 就是磨成一粒沙 那一粒沙都是一条横合那么多 那一条横合里面的东西 一条横合里面的一粒沙又是一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里面的又磨成 一个一粒沙 就变成这样 就是 就是 有 有 有那一种 就是形容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那么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粒沙 一个灰尘 一个尘 都是一个节 一节 那么一节之内 好 那么这样一节是时间的单位 那通常是有大节 有中节 有小节 那么大节是 沉住坏空是一大节 那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是终结 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节 沉中节都有 20小节 通常是这样 那么 沉住坏空 这个是印度里面 在讲 形容这个时间的单位 形容这个时间的单位 每一个终结 每一个终结里面都有20小节 所以他就是80小节 每一个终结里面有20小节 所以4个终结 就80小节 那一般我们讲 一个小节 一个小节 就是人寿从10万 从10岁到8万4千岁 从8万4千岁 100年 再下一岁 100年减一岁 加到10岁 这样叫做一小节 那这个当然是一种形容词 他也是形容时间 很长 空间很大的意思 就形容时间很长 那么这个都是形容非常非常 久远的时间 他这里讲 他这里的形容更多了 地上经里面讲的形容更多了 因为 他不是把地球磨成一粒沙 所有的沙 每一个沙都是一个结 不是 而是 每一个沙里面都有一条橫河 那一条橫河里面的 一粒沙都是一个世界 那么这些所有的世界 都磨成一粒 都磨成 灰尘 那么一个灰尘 就是一个结 好 那么他说这一节内 那这样就很大很大的一个结 就超越我们现在就讲个这个时间了 那么他说 这一节内 手机 的这个层数 进冲为结 那又更大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形容词就好 因为他的形容就是 印度有一个 有一个习惯就是 他的形容词都非常的大 空间时间都是这样 这个在其他的文化里面比较少见 那但是印度就习惯这样 但是确实世界也确实是这样 那时间 时间的单位来讲很久远 那其实时间 时间 时间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很难说明的 好 那我们先来讲 地藏菩萨 正 正 实地 国位以来 千倍多于上 这个是在形容地藏菩萨的书胜 那就是他到底是修什么行 那么 发什么愿 那么有这样的书胜 佛先跟文书菩萨讲 地藏菩萨的书胜 那么说不完 而且 他说 地藏菩萨 就是 前面讲到那么久远的时间来 地藏菩萨正实地 国位以来 超过 意思就是说 地藏菩萨现在的书胜 已经维持很久了 通常我们讲菩萨果位 一般我们讲 一张一般我们讲这个 有情里面有所谓的六凡四圣 六凡四圣 这都死法界 那六凡 就是六道 天人第一阿修罗二鬼畜生 六道 那么四圣 四圣基本上就是 僧文 僧文圆绝 僧文圆绝菩萨 跟佛 菩萨跟佛陀 那么这个叫做二称 这个叫做二称 那么菩萨跟佛 其实是 菩萨为因 佛陀为果 圆满的叫做佛 还没圆满叫做菩萨 其实是这样 那 那么所以 基本上有时候叫三圣 僧文圆绝菩萨 或僧文圆绝佛 这个是因这个是果 所以有时候就把这个叫做三圣 三圣圣 圣贤和祭祭 太虚大师的这个三宝歌里面 那么僧文圆绝菩萨 那么都是圣者 那僧文有四双八倍 那圆绝就是没有佛陀的时代 没有佛陀的时代 他也解脱成佛的 所以他叫做辟之佛 他也是佛 叫做辟之佛 意思就是辟之佛陀 那是独卷 就是 没有佛陀的时代 他自己解脱的 他自己成佛 但是他没有度众生 他没有度众生 所以他辟之佛陀 那我们后来 我们后来为了跟佛区别 有时候叫做辟之佛 那么 基本上其实他就是佛 那佛陀必须要从菩萨到来 才才能成佛 所以有时候叫三圣 声文圆绝跟佛 那他说 地藏菩萨正十地以来 那这里讲到一个概念 叫做十地 那么 之前 菩萨有阶位 因为声文也有阶位 声文有阶位 那么菩萨也有阶位 那菩萨的阶位 所以一般来讲 最初就是讲十地 或是十柱 十地经跟十柱经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很多的大圣经都有菩萨的阶位 所以后来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有些人就把所有大圣经讲的菩萨阶位 合在一起 那合在一起 以后来就变成所谓的五十二个阶位 十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那么等觉 妙觉 但是这里讲的十地 一般十地之后还有一个等觉 但有些没有 有些没有 等觉就是一生补处 就是 一生补处的意思 菩萨我们说过菩萨 在初期菩萨 圣者的菩萨 基本上就是阿比八字跟一生补处 这两种 阿比八字就是已经是圣者菩萨 不退转 那么一生补处就是 下一生就成佛 像弥勒菩萨这种 他就是一生补处 那么 一生补处 基本上 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等觉菩萨 但是 有些经典里面 他就是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就是一生补处 就是他已经是菩萨最高阶位的人 那如果我们用52个阶位来讲 那十地后面还有等觉菩萨 但是一般来讲 像如果地藏经这里讲的 他应该是 十地菩萨就是一生补处菩萨 十地菩萨就是一生补处菩萨 他是菩萨阶位最高的人 他是 到了十地就可以做佛要做的事 他还不是佛 但是 跟佛很像 但是他还没圆满 但是 只是 只是最后一分没有圆满而已 但是已经可以做 变身做佛 已经可以变身做佛 那么所以 他是在讲 地藏菩萨的苏圣 他 他久远 就剩十地了 他的苏圣 他的苏圣是 很久以来就这么苏圣 那其实是这样 那十地是菩萨里面最高阶位的 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这种都是 一生补处菩萨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以来 千倍于上欲 前面那个 那个 那个时间 已经是非常 难以失忆了 然后又比他 更多千倍 那么何况 地藏菩萨在身闻辟斥佛地 那又讲到 那么他得十地 已经是这么久远结就正十地了 那么正十地以前是什么 身闻辟斥佛地 就是说他之前 前面那个阶位 因为他这里有所谓的 就是说 照理讲 照理讲如果菩萨开始 发菩提心 他就不会多身闻辟斥斥佛地 但是一直是说类比 就是说 因为这里的十地是超越身闻辟斥斥佛地 所以说他 他这么高阶位已经这么久了 那么升了低的阶位那个就更久了 就是他的殊胜 由来已久 那已经久远结都积累这么多功德 其实在形容 因为身闻地辟斥斥佛地 地就是阶位 他到那个阶位 那么已经是这么久了 那在前面的阶位 那就更久了 这个是在赞叹地藏菩萨的殊胜 那我们知道佛陀 应该是说大圣经典里面 不管讲什么 就是赞叹那个菩萨 讲地藏菩萨 就说地藏菩萨是 一切菩萨中最尊最尊最胜 讲观音菩萨就说观音菩萨是最尊最胜 讲文书菩萨也一样 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个是顺应众生的心 那么从 从事实来讲 所有的菩萨都最尊最胜 他也没有讲错 因为都最尊最胜 所以讲他最尊最胜 余切菩萨中最尊最胜 那也没有错 那么观音菩萨 余切菩萨中最尊最胜也没有错 因为大家都最尊最胜 因为都到实地了 都到实地了 所以基本上 也相应众生的心 因为 如果你说这个菩萨是所有菩萨里面 第2殊胜的 你一定要问他第1殊胜的是谁 我要去跟那个 没完没了 诵经也是这样 诵完就跟你讲 诵这个经的功德最大 要很有福报 过去生 修过很多的人才能够遇到这本经典 都把这样 但是这个是 这个是先于一勾千 就是 顺应众生的心 不要求第1 因为第1 他第1 你不一定第1 你重点是要跟他相应 那当然 你要知道 那么 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 那我们来底下看 他说文书师利 此菩萨 威神事愿 不可思议 威神 我们佛法里面 就在大圣经里面 很容易强调 诸佛菩萨的威神 威德神力 那真正 那么我们很容易误会 误会说 这个菩萨 那么有威德神力 他会加持我 就好像我们一直会说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有佛里面他最殊胜 没有这个观念是错的 所有佛同等殊胜 如果有他最殊胜 那释迦佛就不能叫无上 因为他上面有阿弥陀佛 对不对 释迦佛就不能够叫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释迦佛的上面有比他更殊胜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能够叫无上正等正觉 释迦佛里面有上 上面有阿弥陀佛 那不是 大家同 无上诸佛同等同等 只是为了 为了要 为了要让众生 起这个恭敬心 敬信心 那么 苏圣心 所以会 特别强调这尊菩萨 是无上 是最第一 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你不要在那边比高下 那么基本上 那个佛第一 其实佛跟佛没有第一跟第二的问题 没有第一跟第二的问题 那么都是第一 那么但是 佛第一 佛苏圣你不一定苏圣 基本你不是跟着苏圣的佛 你就会跟佛一样苏圣不是 你是 学了 跟佛 他这样做 你这样做 他这样想 你这样想 他这样说 你这样说 身口意符合于 跟佛相焉 那么你才同跟他同等苏圣 那么他做的你不做 那么他修的你不修 他发的愿你不发 那么你只是念他的名字 那么 附送他跟你讲的话 然后你就跟他同等苏圣 那你这尊佛还比较厉害 以后念你这尊佛就好了 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 所以 那我们看 他说菩萨威神 誓愿不可思议 因为前面讲 利和行 利和行 修和 修和行 利和愿 然后这个菩萨的 誓愿不可思议 若未来是 现在讲到这里 这个大圣经典都会强调这个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特别讲一下 若未来是 假设未来的时候 有善男子善女 就是像你们这些 就叫做善男子善女 那么文士菩萨名字 听到 这个菩萨的名字 地藏菩萨 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获赞参 获赞参 赞参就是口业 赞参就是深业 就是礼拜 那么赞参 或称名 或供养 一样 称名 那么赞参 是赞参这个 地藏菩萨 殊胜 称名是称念他的名号 那么 供养 灵礼 然后供养 像我们供灯 供花 供水 供香 这些乃至彩化 柯肉 素妻形象 那通常 通常 做佛像 佛菩萨像有三种 一般是三种 现在可能更多 一般一个就是 画的 画在纸上面 叫做彩化 那么 画在纸 画在一个纸 或是在一个东西上面 画的 用画的 用颜料画的 各种颜料画 第二个 第二个 是用 木头磕的 磕在木头上 这个叫做 磕漏 那么 另外是用泥土 烧的 那么这个 叫树漆 那上面又涂那些漆 不会让他弄怎样 之前 就是 大部分经典里面讲 做佛菩萨形象 基本上都是这种 一个用画的 一个用磕的 一个用硕的 泥土硕的 现在可能有多一点 那么不一定是泥土 那么有些是铜 金属 那么去做的 那么也有 那一个就是 木头磕的 从磕漏 那用硕的 可以用钢 可以用铜 可以用金 可以用土 硕成一个 一个形 反正都很多种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他说 那么 假设 有人 赞叹 赞礼 称名 共养 乃至 彩化 磕漏 数期形象 把这个 佛菩萨的形象 那么 把它 造出来 然后 你礼拜 共养 赞叹 基本上是 他讲 世人当得 百返生于 三十三天 永不斗恶道 那么 这样是在说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你只要把 地藏菩萨 那么 摆来供养 请一尊地藏菩萨 你自己科的 或你请的 那么你天天礼拜 天天称名 天天供养 那么 赞叹他 那么你就可以 百返生于 三十三天 永不斗恶道 是不是这样讲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所以 这个要分别说 佛法里面有所谓的一项说跟分别说 这个是 这个是从因说过 就是说 你是不是发菩提心就可以成佛 没有啊 发菩提心还没成佛 但是你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发菩提心 对 从因说过就是说 那么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可以不斗恶道 我们先来讲 他讲的就是 百返 顺便当得 得什么 那个是果报 对不对 果报是什么 百返生于三十三天 永不斗恶道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果报 我们从佛法得来的 夜报理论是 果报是从哪里来 刚才讲果报从哪里来 从夜来 果报从夜来 升天的果报从哪里 升天的果报从哪里来 对呀 什么十三夜来 要不然要修禅定 升天要看你升什么天 一个就是 比较 就是 比较善 比较没有定的 就是 寿玉戒天 寿玉戒天 那么 跟色无色戒天 如果你要生色无色戒天 你必须要有定 如果你要生寿玉戒天 你必须要有善 十善 而且那个善不能太少 不能太少 那个经典阿含经里面讲到 那个 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 他讲 这个刀立天主为什么可以升刀立天 那个做天王 33天里面他是天王 那么 也有很多天王啊 33天就有三十三个国家 那么 他是天王 他说 所有33天里面的天王 那到底是修什么行可以做天王 然后他也有讲 他就是修十善 而且十善 不是小小的十善 他是利益非常多的人 而且一直做 一直做 布施 瓷戒 这样一直做 他没有造恶 第一个是他不会造恶业 他造恶业多三个道 如果你也一面造恶业 一面修善业 那最后面要看你的恶业多 还是善业多 当然是 你夹杂着这么大的恶业 就算你 天生天 你未来还是会多恶到 因为恶业会成熟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是讲果报 那这个是从因缩果 从因缩果就是 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 会行善 你一开始会行善 就是你 你后来会修到这么圆满 会一直修到这么圆满 因为他 你要修 时善修到 很多累积起来 就是你要叫做 七功累得 我们要先讲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大善经典里面常常会有这种说法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郎某佛 皆以成果道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华经里面 一个人 散乱心 爱念不念的去到那边 随随便便看到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在寺庙里面 随便合个掌 也没有很专心 一称郎某佛 接着 那个当时在试验 随随便便看到佛 不好意思 大家都合掌 跟着合掌 就合掌 一切 大家都念郎某佛 跟着念郎某佛 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佛了 那念一声郎某佛 就可以成佛吗 不对 从因缩果 就是说他现在成佛是从那一念 散乱心念佛 然后慢慢慢慢变成专心念佛 然后念佛之后 相信佛 那么依法修行 修行修行到一个程度 激功累累 现在成佛 从因缩果 所以发菩提心成佛是从发菩提心讲 经中间到经 好几大安生期节 但是 从最初讲他是 这样开始的 其实是这样 就像某佛说会讲 我为什么会出家 怕死 怕死 怕死就一定会出家吗 一定会修行成就吗 不一定 对不对 那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他是从因缩果 所以 你先讲 比如说他现在的果是什么 白反生于33天 白是很多的意思 白反 他的意思是说 一体在人天 不剁三二道 他这里是 我们先来讲这个果报 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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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33天 33天是刀利天 那么佛地子很多生到刀利天的 那么一部分也是 他这里讲这个地藏经是在刀利天说的 刀利天的果报基本上都是13 他是玉戒天 玉戒的其实他底下是四王天 那么四王天基本上其实是跟他是 其实来讲是同一天 但是同一天他比他还低 他的果报不如他 那四王天底下的天兵天将都是夜叉将 夜叉 讲夜叉我们会觉得 比较不好 我们讲要叉就比较好 12要叉其实就是夜叉 要叉 就夜叉 那夜叉很多 就是他是天天人里面 那么又像天又像神的这种鬼神的 他比鬼神高一点 因为他是在天道 但是他又是 他基本上是 类似像鬼神将这样 但是他在四天王底下 那这个是夜叉头 这个最重要是 这是他领导的 很多佛弟子 假设没有证件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 比较好的修实上 邪见不是很重的话 那也有可能生去做夜叉 做护法 或是在天兵天将 或是在 这些 为什么他就行善 但是他比较没证件 他也行善 但如果造恶的话 他也会多恶道 但是他现在讲 白反生于三十三天 白反是什么 就是 你现在做人对不对 那你因为行善布施 念佛 那么 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里面 他告诉你不能造 不能造三二道的月 那你没有造三二道的月 你五戒 他告诉你要利益终生 你五戒行善 那么你做人的时候 你死的时候生三十三天 升天 升天是升三十三天 那么 从天人 受命禁 下来又做人 下来又做人 因为天不太会往上升 天上不容易修行 他没有得修行 所以他 福报响尽 他又会下来做人 做人之后 那么 他又这样修 又升天 白反 白反 就一次两次 那就 就 很多次 百次 很多次 如果我们要照算 一百次 他其实是很多次 就 人 死后生天 天下来又做人 人死后又升天 然后天下来又做人 那这样 这样一百次 那其实不是一定一百次 就是很多次 那么 都是人天人天 那意思是什么 人底下是什么 三二道 三二道 人底下就是三二道 一般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那一般 有时候讲五道 就是人底下就是三二道 地狱恶鬼畜生 就是说你不会跺三二道 所以 你 这样一百次 生三三天 永不跺二道 那么 这个就是 他也有可能 就是说 你一百次 白反 很多次都在三十三天 人天人天 就是人天果报 那你永不跺 如果是永不跺的话 那不是白反 那是什么 那个是 那个是永 永永都是这样 不会跺三二道 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 你在 你在这个人天当中 你后来会怎么样 会出三界 或是会成佛 那么 你在 就是你永 如果永不 我们如果照经文来讲 永不跺二道 就是你从此后 不会跺三二道 好 那我们说 如果不跺二道 第一个 生三十三天 有生三天的果报 不跺二道 有不跺二道的果报 那么怎么样 才会不跺二道 跺二道是一种果报 生三十三天 生三十三天 是散果 跺二道是什么 恶果 那么善果是从什么来 善业 恶果是从什么来 恶业 那么跟三二道相应的恶业 就是杀到淫妄 跟三二道相应的恶业 就是杀到淫妄 跟这个 仁天业相应的善业是什么 不失辞戒忍入 不失辞戒忍入 失戒升天之法 那么你不失辞戒忍入 就是容易生三十三天 人天 但是你天上想完了 你还会再下 下来 你又这样修 又升天 升天想报 忽报完了又下 那么在你 天人天人天不跺三二道 是因为 你凭什么不跺三二道 凭地藏菩萨的加持吗 凭什么 凭政见相应 你有政见 你知道因果吗 凭你有政见 所以我们现在讲政见 你看 所以 这个 你之所以可以不跺三二道 并不是 地藏菩萨 并不是地藏菩萨加持你 威神加持你 不是的 而是 第一个 你相信地藏菩萨 就好像我们信佛念佛 我们学习佛法 那么依教奉行 那么有这个行 行就是什么 行就是业 你这样去修行 你自然得了这样的果报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修行 你是听谁的话这样修行的 是听佛 或是听菩萨的话 举例来讲 你 你第一个 你看到地藏菩萨 这么伟大 很简单讲 他现在告诉你地藏菩萨有多伟大 哇 这么伟大 太不可思议了 太好 这个人太厉害 这个人 超越你的想象 或是 这个人 这个菩萨 是你心目中尊敬的对象 那么你为什么会尊敬他 他做到你做不到的 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是音乐家 你可能就是对这个莫扎特 对这个贝多芬非常尊敬 非常恭敬 所以每个行业都有他的主思言 那个都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最厉害的 是不是 那么他拜他嘛 是不是 他每个行业都有他的主思言的像 那他为什么要拜他 他做到他这个行业里面做到最高 那修行里面 最高的就是佛菩萨 气是怎样 那你 你相信他 那么你想跟他一样 你想跟他一样 先开始跟孔子讲的一样 像这个 像颜伟讲的一样 那么 虽不能自 心向往自 我虽然现在没有像他一样 但是我希望以后跟他一样 所以 你要跟他一样 你就背着什么 那么 就是 他怎么做 我跟着怎么做 那 你先相信 因为你知道 知道 先知道 地藏菩萨的伟大 那么 你也相信他这么伟大 那你也知道他是 为什么这么伟大 所以你决定跟他学 归一佛 你归一菩萨也一样 这个是归一生 菩萨生 你决定跟他学 你决定跟他学 所以你像莲花社跟 莲花社跟谁学 跟穆建连学 穆建连是神通第一 莲花社也是神通第一 你看 他就是这样 好 那么 他知道了之后 他们相信 那么知道地藏菩萨的 书胜 功德书胜 那这种书胜 是你内心中所期望 所希望的 当然是佛教徒才会 想要跟菩萨学 如果是回教徒基督教徒 他根本就不认同你 天主教根本就不认同耶稣 回教徒也不认同耶稣 认同 穆罕默德 所以 他基本上要学习就是你认同他 你认同他 然后想要跟他学 那所以 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就会跟你讲 他一定要跟你讲 他这么书胜是为什么 经典都会这么说 花和愿 利和写 那么你知道他这么书胜 是这样得来的 所以你想要得到他的书胜 你就必须跟他学 那么学你这个心不变 愿 这个愿就是 心不变 那么即使你升天了 偶尔忘记了 你下来 你还是这样 所以因为不变你才能够白反生你33天啊 如果你上去天上然后下来你变了 那你下次还能够再升天吗 不能 举个例来讲 你这一次见地藏菩萨 你这一次拜地藏菩萨念了地藏经 然后照地藏菩萨告诉你的 那遇见杀身者你要跟他说短命多病报 那遇见邪淫者你要跟他说鸳鸯割雀报 那你自己要怎么做 你自己要学地藏菩萨的花心 修行 好 那么 因为 因为这样 现在你在这里 那么因为你 念地藏菩萨学地藏菩萨 你没有照三二道的愿 你不能说 放心 我的师父是地藏菩萨 我如果做三二道他会把我救上来 不可能 对不对 如果你说 那你拜其他的菩萨我还不知道 你拜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幽名教主 那 就算我都要到他都会把我拉上来 不可能 所以很多人啊 那个买那个塔位啊 都要买在地藏菩萨旁边比较贵 我告诉你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你买在地藏菩萨 你的骨灰坛放在地藏菩萨旁边 你就是放在你的骨灰坛里面 那也没办法超度你 真的 你必须你的业 因为他跟这个业 跟这个业相业 你现在这个人 你现在这个人 相信地藏菩萨 相信地藏菩萨你持五戒十善 持五戒 不照撒当遗忘 修十善 修十善 所以怎么样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五戒十善 会怎么样 升天 那升天基本上 都是升道理天比较多 如果你还修禅天 那就不是升道理天 升色戒天 那么升天之后 升天之后 你因为你那个心很坚定 试愿 那个愿很坚定 那么升天比如说一千年 这里比如说一百年 你做人从一百岁 死了升天 升天有一千年 一千年胡报想进了 再下来做人 因为你的愿 非常的坚定 所以你下来做人的时候 你还会有这种习惯 还会有这种愿力 那所以你下来做人 还修五戒十善 那么 又因为五戒十善 又升天 就这样 又升道理天就这样 那么在这么多次里面 你都不会堕三二道 是因为你一直都 依着这个誓愿 修五戒十善 所以你当然一直不会堕三二道 其实这样 那你之所以不会堕三二道 你之所以一直能够人天人天往返 你是为什么会修五戒十善 你因为谁教你修五戒十善 地藏菩萨 因为最初你遇见地藏菩萨 你相信地藏菩萨 你恭敬地藏菩萨 那么你听他的话 他教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那么你听他的话 而且非常深信 所以你 不断不断意念地藏菩萨 即使生在天上 你还是有那种习惯 所以正出国的人 为什么 人天气之往返 决定会解脱 他即使升天了 他就算放异 他也不会怎么放异 因为他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印象非常深刻 就好像你对你的父母非常深刻 就算他们往生了三十年五十年 你还印象深刻 那么你妈妈交代你什么 你爸爸交代你什么 他们的德行是什么 你不管违反 即使是这样 那么你一直这样 所以你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我妈妈 还是我们女的那个脸的 就会讲 台湾人基本上都这样 不可以吃牛肉 是不是 因为牛帮我们耕田 我们要感恩的心 所以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朋友 就带我去吃那个 牛肉面 我一直看着那碗牛肉面 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不吃 因为怕他们笑 可是我又不敢吃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想想 不吃 怕他们笑 吃 我又觉得有罪恶感 我就说那我不喜欢吃这个的 我把肉都加给他们 我就吃那个面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你那个因为你印象深刻 我就不要造这个业 因为就不可以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 但是你你你为什么 再来做人的时候 因为你印象深刻 就算妈妈没有在旁边 就算妈妈没有在旁边 没有人督促你 你还是会这样做 为什么 你那个愿很深刻啊 假设你也不管他 你也不在乎他 对对 你也不相信他 那你你你会照他这样做 真遵守吗 不会啊 对不对 那你之所以 不管他在不在 你他讲过了你都很深刻 就是因为你相信这样 你深信 而且 你绝对照这样做 所以你 因为你相信地藏菩萨 告诉你的英国 地藏菩萨其实是一个英国经 他里面只是很多在讲 地域的恶道的东西 那么告诉你为什么会多恶道 那告诉你不要这样做 你也劝别人不要这样做 那因为你自己不要不这样做 你也 你也一直学习地藏菩萨 劝人家不要照恶元 所以你有这个缘 你有让把人家从恶道拉起来的因缘 有一天你哪一天思念了 忘记了 旁边的人也会一样这样拉你出来 为什么 如是因如是果 别人要掉下去的时候 你都去把别人拉上 让他人家不要掉下去 有一天你也不小心会掉下去 别人会拿你上来 何况你自己非常深刻 你根本就不会掉下去 对不对 因为这样你才不做三二道的 并不是说 我 我立了一个地藏菩萨的像 天天立地藏菩萨 给他烧好香 供养好水果 然后给他给他灯给他什么 地藏菩萨需要你这些供养吗 他根本就不需要 那所以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之所以不做三二道是因为 你从地藏菩萨那边得了什么 证件 证件让你不做三二道的 我们来看这个 看这个经典里面讲 那么 那因为你从地藏菩萨那边得到这样的殊胜 那你为什么会相信地藏菩萨的话 因为 他这个人很殊胜 对不对 他有那种威德力啊 所以你相信他你尊敬他 如果他没有那种威德力 没有那种功德 他讲的话你会相信吗 如果他本身没有那一种智慧 没有那一种威德 没有那种慈悲 就算他讲的有道理 我也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是不是 一样嘛 今天这个人 就算你大学毕业博士 但是我看你这个人品性不好 你讲的再有道理 我也是这边讲这边粗啊 甚至这边讲我这边就挡住了进不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 非常的有道德 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慈悲 受我尊敬 所以他讲的话 刻在我内心里面 不太不会忘记 你恭敬他嘛 所以一切法从恭敬中求就是这样 那他值得你恭敬 所以他的法就深刻 其实是这样 那深刻就死在你的内心产生作用 那地藏菩萨的法基本上就是 你 你不要照三恶道的 也 你要修五戒十善 然后进一步趋向解脱 趋向成佛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才会告诉你 白反生理三十三千 永不斗恶道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样 经典里面讲 如果要 不斗 不斗恶道 必须要怎么样 就是说凡夫要人不斗恶道 那么如果圣者那一定是不斗恶道 圣者四双八倍 有学 还没解脱以前 他也是会生仁天 出果七次仁天完反 出果七次仁天完反 那么 那么他生 他生 也大部分生道理天 出果 多数都生道理天 恶果不一定 那 一经典里面讲 恶果有生这个 多帅天 那出果也有可能有多生多帅天 但是 像 《阿安经》里面 陆祝幽婆里的叔叔跟爸爸 都争恶果 那都生到多帅天 那出果争道理天的非常多 经典里面讲的非常多 那三果就生社界天 但他不来人间 他没有完反 他在社界天 五不还天 无反 无乐 善见 善见 社就禁 他就解脱了 他就出三界 那恶果还会再来一次 恶果还会再来一次 那带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 因为他那个已经变成习惯了 他不会忘记 非常的深刻 那么一般如果你不死深刻的话 没有正见相应的话 你升天 升玉界天 享乐几千年下来就忘了 真的 那如果升到社界天 那更惨 长寿天 因为你长期不思维 那么 除非你升到五不还天 那个是有正见相应的 深刻的 已经胜着的 那不会 如果没有 你升到社界天再下来 那么已经过很久了 你早就忘了 你早就忘了 所以才会说 最好是修天不升天 你修十三界 但你在人间是最好 学习佛法 那天上学习佛法的机会不多 而且人间 现在是一百 一百年来讲 那么天上都是几千年 几千年你长期不修习佛法 你不要讲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这样 比如说今天来上课 印象很深刻 那是过十年后再来 你哪里记得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是 你根本都 这中间都没有学佛的话 没有机会给你学佛的话 那除非 除非你很深刻 你到国外比如说你搬到欧洲搬到哪里 没有佛法 那也没有网路没有什么 你自己要怎么学佛 那么久了久了就慢慢没有了 天上都是这样 天上都是 天天都是享乐 所以天上其实是不容易的 天上不容易 那么所以人间是比较适合学习佛法 那我们来看这个 你说 你看 那么杂涵里面 杂涵 那么讲到 不剁二道 中不剁二道 那初药经里面 初药经里是法剧经的另外一种版本 法剧经就是 佛陀是他比较重要的道理 比较重要的道理 用少少的一个记 让大家好背受 因为那个比较重要的道理 用一个简单的记 一首诗啊 那么让大家 便于朗诵 便于记 因为以前没有书 就是要把佛法的道理 重要的 简单的记起来 编成一个口诀 那么这个叫做法剧 法剧经在佛陀 戴的时候 就已经被编辑成了 佛陀说的一些法 那我们来看 比法不应尽 所以 第一姐跟大家讲的 其实也是这样 比法 比法就是 不好的 不殊胜的 像我们那些 跟鬼神相应的 我们也是跟佛菩萨相应的 其实都是跟鬼神相应 那个心啊 那个行为 都跟鬼神相应 那个其实是不好的 你不要说 没关系啦 反正 反正 就是 也没有什么坏事嘛 有 邪见相应 邪缘相应 真善 等下我们再讲这个问题 现在的佛教徒很多就是 蒙着 反正 反正 就是花一点钱嘛 也没什么关系嘛 用一点时间而已嘛 那没有效就算了 没有效就算了 没有 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 发过的每一个心念 他都会累积 他没有算了的这件事啊 你知道吗 你每参加过一次 你每相应过一次 即使你不完全相信 但是你会做 多少有一点信 对不对 半信半 对不对 那么做久了 做久了 就算你还是不完全相信 但做久了 他就有那种缘 他就有那种业 业是什么 业就是行为信念 跟口业 深口一业嘛 你这样做 你这样想 你这样说 跟着大家一起做 又有共业 又有共缘 那么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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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累积 那么人家是积功累得 你是积什么 你是积什么 累什么 你要想这些问题 那你不要认为 那么 我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对 你没做什么坏事 但是你跟鬼神相应 你要想这个问题啊 他是累积的问题啊 好 那我们看哦 笔法 笔法就是 这些错误的 我们说非因基因 非果祭果 法说法 非法说法 这个 不应进 不应该靠近 孔子讲的也很好 有没有鬼神 有 有鬼神 那 要怎么样 进鬼神 而远之 是啊 那么 我们不要尊敬他就好 我们也不要 轻蔓他 其实鬼神是 鬼跟神不一样 神一般我们有分鬼神跟天神 有才鬼 那个是神 就有势力嘛 马祖啦 王爷啦 这些 他也会劝你做好事哦 他也会劝你做好事 我记得我去服务院的时候 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 那个鬼神 劝他来出家 真的 啊 劝他来出家的 有些是 有些是这个 王母娘娘的 姬身 有些是三太子的 姬身 有些是 祭公的姬身 那有一些是 他们在公庙里面 那些鬼神 劝他来出家的 也有鬼神 也有善神 我们现在 跟鬼神相应 我们以后也有可能 因为你还有保留那个善法 但是 你不知道 要从道德下手 就是 从内心的亲近下手 那么以后也有可能 很多佛教徒以后也有可能做鬼神 那鬼神又相信佛法就变成护法神 那你 眷恋这个事愿你就变成这个事愿的护法神 简单就是这样 世间人就是 守施鬼 守财鬼 守污鬼 就这样 但是如果做好事不会 他会升天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他没有跟道德相应的话 那么他很容易堕入鬼神 鬼神道 你不要以为你行山 你就会升天 没有 你就会做人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 人就是这样的 心情好的时候就行山 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就很难讲 那这样累积累积到最后 要看你的业哪里比较多 但是你如果没有证件相应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堕入鬼道 那么 笔法不应敬 放义不应行 放义是什么 放义就是杀到一万这些 自心而为去做这些事 不应习邪见 这个是很严重的 我们现在的人 以为都是佛教徒 没有 我没有这样教 我没有这样说 那你 你都 这样做 这个根本不是佛说的 根本不是佛教的 你不但诽谤我 我学的这个是佛法 佛头是这样教的 不对 佛头根本没有这样说过 佛头也没有这样教过 但是我们却都认为 这个是佛头说的 那么不应习邪见 笔法 不应敬 不应习邪见 现在的佛教徒 那么 这两点没办法做到 增长于世间你看 增长 笔法增长 邪见增长 叫做 鸡跟雷 鸡雷 那么 鸡雷它就是相续 每次每次这样做 每次信一点 每次信一点 每次做一点 每次做一点 我们世间 你抽烟 酒 每天喝一点 每天喝一点 你单单喝那一点 是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每天喝一点 每天喝一点 久了没有它就不行 久了没有做就觉得 好像少了什么 好像不安心 就这样 就变成习惯了 没有做就不安心 那做了也不一定安心 但是没有做就不安 这个就是什么 相续 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 在这里渐渐积累 渐渐成熟 成熟就会受报 做什么报 还要看你的业相应 但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你是跟什么 跟笔法 跟放映 跟邪见 相应 很多佛教徒 不管在家住家 没有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觉得没关系 没关系 有关系啊 因为果报是从业来 业是造作 深口意的造作 你造作一次 那个业还不生啊 你在学佛 天常常这样造作 常常这样造作 心不安啊 那么要在那里才能安啊 那你说好吧 我举个就几个例子 那你说 这个 我昨天梦见 那么 我往生的亲人来跟他跟我讲 他需要超度 我就看这试验哪里在写超度 我就去跟他写一个排位 超度完了 你心就安了嘛 你绝对还不安 为什么 不知道他有没有得超度 不知道我记得钱 他有没有收到 我念的经功德 他有没有收到 你就安了嘛 那你明年会不会再做 决定会 为什么 因为你也没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超度啊 万一没有度走 今年再度一次 度到什么时候 你才不度 度到你自己要被超度的时候 你才不度 真的啊 这个就是现在的佛教徒就是这样啊 那这样 这样积累 斜见增长于世间 笔法增长于世间 你想想 你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发心 一次又一次的造作 这个就叫做也 深口一夜嘛 都跟鱼吃相应 他不一定跟贪称相应 他不一定跟贪 你也不贪什么吗 你也不是称什么吗 但是跟鱼吃相应 你跟鱼吃相应 最后就是鱼吃的果报嘛 不然是什么 那鱼吃就是什么 你生在边地 你以后生在 也有佛法 但那个佛法不是正法 那你看了这些你就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就是常常在这里做姻缘的嘛 所以你就会很欢喜 一样 那你就会很容易感应 那你就觉得很殊胜 又来了 就一试一试 就这样 那么你也不会造很大特业 但你也没办法真正的休闲 那这样的业后来会什么 就是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你也坏不到哪里去 那这种基本上就在四王天底下 就在鬼神教里面 他也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他也不会做 他也不会做恶鬼 也不会做少财鬼 但是就是做多财鬼 或是在四王天底下做业差 好一点的 你要做四天我还没那么容易 四王天底下的四天我还没那么容易 那生到鲍利天基本上 生到鲍利天基本上 那个证件 不一定完全确立 但是那个邪见 肯定没有 没有证件不一定有邪见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 假使有四间 他现在就跟你讲 笔法不应尽 尽量 我们觉得这个跟佛法不符合 我们 不要做 如果要做 少做一点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放逸不应行 自己本身的行为 这个是观念 观念 方法 错误的方法 非因基因非果寄果 那么 放逸 就是 你 你 自心作义在这个部分上面 那么 基本上就是贪嗔痴相应 杀到遗忘相应 不应习邪见 所以政见很重要 增长于世间 假使有世间 世间的人啊 就是你在这个世间 不断地增长这些 现在要换过了 假使 这个世间有善男子善女 正见真上 真上 就是你不断不断 越来越有政见 叫做真上 真上 真上身心也一样 真上身 你未来要比现在好 下辈子 比这辈子好 你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有智慧 你对佛法的理解 越来越正确 一开始不可能完全正确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都是 都是迷迷糊糊来的啊 一开始都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来啊 也是跟着 都迷幻队 比较多 那到后来就不是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拜佛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念佛 你要怎么拜佛 怎么念佛 你知道为什么要怎么休息 你知道 你已经知道了 你刚开始学我不知道 到了后来你还是不知道 你还没读诗以前 你不认识字 读了书以后你还是不认识字 你还没真正学习佛法之前 你不认识佛法 学了那么久 你还不认识佛法 那个 那个就不叫做真上 真上就是 你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少烦恼 越来越知道 你要怎么休息 你为什么要这样休息 你知道 因果的事理越来越清楚 这个叫真上 所以学佛向上 向上 然后才能怎么 向解脱 才能够到就近啊 说服百千生 你看他就讲这里 百反一三三 不是百反千反 百千是很多的意思 那么 就算 你要正 这个是凡夫 还不是圣者 如果是圣者 他正无我了 因为 造业的根源 是我见我爱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根源 树根拔起来 他绝对不会 因为什么样的境界 去造作三恶道的恶业 绝对不会 那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们会 境界没有来 我们 我们不会造恶业 境界一来就很难讲 你不要踩到我的底线 你不要 你不要 以为我是塑胶做的 类似 你 你忍到无可忍 那么 或是 你已经 在那个 环境逼迫下 你没办法 你想想 释迦摩尼佛 有 他在那边打坐 也没有去忍到谁 割力往来 等一下割他耳朵 等于再跟他熟 谁不生气 谁都会生气 但是谁生气谁就造恶 但是他凭什么不生气 他得无声罚了 很简单 那还没有得无声罚了以前 就很难 所以 尽量要结善业 不要结恶业 要正见相应 不要邪见相应 邪见相应 我们造恶 我们造恶基本上有三种原因会让我们造恶 我们会造恶业 造三恶也一样 有三种原因会让我们造恶业或造三恶 第一个 当然是无知 你不知道这样做 是不好的 不好的 你还以为好 你就越做越多 这个东西吃多了 会生病 你这个东西吃得很健康 结果 吃越多 生病越严重 你不知道 无知 是第一 最主要的原因 不知道就会一直做 就好像 以前也是这样 祭天要杀牛 杀鸭 杀鸡 杀猪 杀鸭 那 把一条猪养个大大的 然后去祭神 那么最大的那个养最大的 那么最多的那个功德最大 然后杀越多的杀越多来功德越大 以前印度也这样 佛陀就喝着这个东西 不但没有功德 而且还有罪业 无知 因为无知造业 我们大多数 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知道要这样做才对 然后 所以因为无知的造业 像 有些回教徒会绑炸弹 去杀死一教徒 他们会告诉他 你这样升天是最快的 升天 不一定 不会升天 死是最快 但升天不一定最快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那很多宗教都是相信 那一些宗教 的说法者 他这样讲我就这样相信啊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死都要盖往生背 因为他相信 不管有没有效 盖了总是安心嘛 对不对 那但是 你盖了就表示你多少相信 真的啊 就是这样啊 那 这个就是变成你的观念上你 你虽然不完全认可 但是你至少有认可 你才会做这件事 那佛法都说这个叫做无意无力的事 当然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安心 但是 他基本上作用不在那 如果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然后 难道 那件 袈裟会比那件往生背还没有力量吗 盖袈裟就好 对不对 那把佛陀 在佛陀盖那个加沙拉的盖不是更好 那么但是 基本上不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扭曲了 但是我们都相信啊 因共虎共 我们也相信啊 那么 所以 政见真上者 衰负百千神 终不多二道 你要政见真上 政见是什么 你看世间四种政见 四种世间政见 第一个是有善有恶 有善有恶 有善有恶我们也知道啊 重点不是告诉你有善有恶 重点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你认为的善不一定是善 你认为的恶不一定是恶 你的善有时候是恶 那我们大多数是善恶甲斩 你要先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多数的佛教徒宗教徒都 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真的 那么有善有恶 然后有业有报 有业有报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你的任何的一个生口义的造作都是业 你的任何一个生口义的造作都是业 那你你常常这样做你天天这样做 你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个都是业 那业相续相续成熟就会有果报 不相续还不一定 不成熟还不一定受报 业要成熟才会受报 不成熟还不一定受报 有业有报 那这个业不一定马上报 有过去有未来 那么那么有烦有胜 有过去有未来 果报是通三世的 那么有解脱 有凡夫 那凡夫是怎么 凡夫就是不知道这个一直在造业 那么凡夫跟圣者 有凡有圣 凡圣的差别在哪里 有凡夫有圣的 有解脱这件事 有成佛这件事 但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那里 这个讲到初世间的三种证件 凡夫跟圣者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 差别在有没有证件 初世间的证件 这个是世间证件而已 初世间的证件是什么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其境 无我 缘起无我 是初世间的证件 世间是无常 诸法是无我的 灭盘自己 无我 缘起 你了解 一切法 都是缘起的 是无我的 这个是初世间的证件 那么你先有这样的观念 你后来 就从能够超凡 陆圣 陆圣流 清清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你有这个观念 观无我 正无我 那么你就 防复到圣者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四种证件上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 八正道第一个就是证件 那你对佛说的法 你要起努力思维 然后要怎么样 然后要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就是怎么样 正与正业正命 你平常说的话 你平常做的事 那么你生活上 你生活上不离开 证件的范围 证思维的范围 所以证件 证思维之后 一定 如是我闻 证件 证思维 听闻佛法之后 你要 正确的理解 佛说的话 像我们现在在读地藏经 要如理思维 你不要说 这里讲说 我只要做一个地藏菩萨像 然后天天念地藏菩萨 然后 然后这个供养地藏菩萨 不管你是用画的 用刻的 用硕的 那么只要 我顶礼赞叹 念菩萨的名词 我就可以白反33天 没有 不是这样 你这个叫不如理思维 你没有听正确他的话 这样他就告诉你这样子 前面讲跟你讲菩萨的 菩萨怎么修做什么 不需要讲这个啊 讲这个是要让你学的啊 并不是你这样做了 你就可以白反33天 不是啊 提伯达多都跟释迦佛出家了 他怎么不白反33天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那么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摩耶夫人生下 释迦摩尼佛 他的儿子成佛 他已经生33天了 生上天是因为他生下释迦佛 生33天了吗 不是 是因为他的善业生33天了 摩耶夫人并不是因为 生下西达多 他生天 不是 他生天是因为他自己的善业 他跟释迦佛有过去的运缘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说 我生了一个儿子作佛 所以他未来 他未来就可以白反33天 没有 他未来就可以解脱 没有 所以释迦佛才要到天上跟他母亲说法 叫他要怎么说 那前面讲过嘛 他跟他母亲讲什么 天上很享乐 但是你不要执着这个五欲的快乐 他也就是跟他讲什么 跟他讲四弟啊 要了解 轮回的苦 要修行 要正无我 讲缘起啊 也讲月报啊 也是这样跟他讲啊 如果他母亲听了不欢喜呢 听了欢喜不信受呢 不宜教奉行呢 他可以解脱吗 不行 一样不行 所以啊 但是你之所以会宜教奉行 那一定是 第一个你听得明白 对不对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也听得欢喜 你愿意这样做 那么你才会嘛 你才会跟着这样做 而且一直做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你深信嘛 深信你就 决定这样做 而且 不会退 那么都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的功德 你才这样相信他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你去看的这个医生 你去看这个医生是天下第一名医 你他的话你会不会信 他叫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 他叫你什么不能吃你就什么不能吃 对不对 因为你相信他 你完全相信他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功德 他有天下第一名的称号 给他看的病人都会好 所以我完全相信他 他告诉我我这个是什么病 我就相信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 但是你就相信他 因为他是专业 他告诉你什么不能吃 你必须要吃什么 你必须要做什么运动 你回去就会照着做 因为这样会让你的病好 你非常相信 那你对地上菩萨对佛菩萨相信也是这样 你回去要照着做 叫做尊医祖父嘛 那尊医祖父 佛是大医王 佛教主教叫做医教奉行嘛 那医教奉行 你要怎么做 一定是你清楚了解这样做 要怎么做 你听清楚了嘛 你在那边都听不清楚 这个 这个医生跟你讲的话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回来 乌里乌土的做 你也不会有成就 因为 你 你做的跟医生跟你讲的不一样 是不是 那你也没办法 人家叫你要饭钱吃 如果你饭后吃 他功效就有差 人家叫你一天吃三次 你三天吃一次 那功效就有差 是不是 因为你听不清楚啊 或是你误会医生所说的话 我们现在佛教 误会佛说的话 根本不去理解佛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就问题了 这样果报不会形成的 所以你看 初遥经文讲 政见真上道 事实自所长 没有自问 更与百间身中不多而道 我们刚才讲 我们为什么会造业 造业来自于三种 一个就是无知 这个是最主要的 一个就是你没有常常做 无力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 我知道骂人不对啊 我知道骂人造口业啊 但是我忍不住啊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也有这样 他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不对 那你不知道这样不对 你不知道这样不对 你就会一直做 但是 你不代表你知道这样不对 你就不会做 是不是 因为 你的力道不到那里 你也清楚这样做是不好 就好像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垃圾血品 吃多的不好 但是就好吃啊 对不对 哦吃一次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是啊就这样啊 这个叫做无力嘛 克制不了自己 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啊 那你会想 反正吃一次也不会怎么样嘛 对不对 可是吃一次就有第二次 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那阴远偶尔来一次 那你就偶尔来一次 阴远如果常常来呢 你就常常做啊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啊 我就说不了啊 我就控制不了啊 我就很生气啊 就贪跟撑就这样啊 贪跟撑啊 那这个是鱼吃啊 因为鱼吃所以物质 那因为贪跟撑的力量比较大 你克制不了自己 那么就是武力 还有一种这个是 这个是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会一直做 这个比较麻烦 错了你还一直做 你还认为对的一直在做 所以你有钱 没有钱的时候 杀一只鸡 有钱的时候杀一只牛 赚更多钱的时候杀一百头牛 你还以为你在做功德 做更大的功德 其实造更大的恶业 这个比较麻烦 无职 那无力 就要让自己有力 所以你念佛 拜佛 这个就让自己有力量 你要让自己有力 要训练自己 境界还没来的时候要训练自己 你不要等境界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没有力 那所以你必须要境界没有来的时候要常常做训练 念佛 拜佛 就是让你的心做训练的 读经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念佛拜佛 让你的心有力 信尽念定会嘛 五根五利啊 那 最后有一个 我们说 因缘就是无奈 就是说 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 我尽量也让自己不这样做 但是大家推着我 我去做这件事 我没有办法 我不想做 但被逼着做 恶缘所长 也有这样子 你不想做坏事 但是你不做坏事 我就对你的儿子下手 对你的母亲下手 你被逼着要去做 恶缘所长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尽量不要跟邪见 共缘 因为久了久了 这些人都是你未来 你现在旁边的这些人 很可怜就是未来在你身边影响你的 为什么 你通常跟这些人在一起 你当然未来是跟这些人共业共缘啊 还用讲 那么 你除非你有能力影响他们 要不然你肯定是被他们影响 因为一群人推着你走 你只会跟着他们走 除非你是一头大象他推不动 但是你又没有那么有力量 所以 尽量要选择 所以一开始要 亲近善知识 要亲近生团就是这样 因为生团是一个 因为佛陀知道有很多团体啊 那佛陀为什么 叫你要归于生团 归于生是归于生团 为什么你跟这些人结缘 你跟这些人结缘 你会受这些人影响 那么 这些人已经成就的 他会影响你 还没成就的未来也会这样成就 你虽然还没成就 你会受这些人影响 那么有好的影响 那么如果你去 你去那个沙门婆罗门的生团 他也不是完全做坏事 他也做好事啊 你沙门婆罗门也是修行的 他们也不造恶业啊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造恶业 但是他们邪见相应 那么邪见相应 后来就会可能因为错误的观念 引发 错误的观念 引发 偏差的观念 就邪见 引发错误的行为 那么错误的行为就会导致 痛苦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归于生团 这是一个正确 会影响你 你在一个远结在 你远结在佛教 结在道教 结在鬼神 结在佛菩萨 那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现在的缘在哪里 这些人未来还没解脱以前 大家还会再怎么样 贡献相应 那么你还没有能力以前 你都是受别人影响多了 那你要受谁影响 你要选择 你现在的选择 就是你未来的结果 所以要好好选择这件事 所以这里讲的 那么永不对的道 其实是从因说过 那么你一定是证件相应 你才不多二道 你没有证件相应 你不可能不多二道 因为证件相应 你就不会造恶业 不会造三恶道的恶业 而且非常深刻 即使很长的时间 你都不会忘记 非常深刻 那个不是写在墙壁上 写在沙滩上 沙滩那个是 一下子海水来就不见 墙壁是几十年以后 剥落就不见 那个是刻在心上 深深是 是不会忘记的那一种 那个一定是要你清楚明白 你才不容易忘记嘛 你不清楚不明白 你很快就忘记了 那我们对佛法要有这样深刻的体验跟记忆 那么首先要在因缘里面 我们要圣血 我们为什么要归一生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是你只是名义上的归一 你又不是实质上的归一 所以你要常常讲 为什么天天要练三归一 归一不是归一次就好吗 归一是归一次 但是实时在归一 因为你向着这个方向走 归向 向着这个方向走 亲近谁 依止谁 亲近谁 向谁学习 向佛 向神 学习什么 学习佛所说法 佛弟子 圣弟子所说法 那么学了之后 听了之后 行佛所行法 行圣弟子所行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归一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就以为 我们有归一生 我们拜佛念佛 共佛 这样就是归一 没有 你没有向着佛 你没向着佛 你甚至是背着佛 那这样没办法 你没有在佛法中 造佛法的业 造正见 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面 你看 正见正思维之后才有正与正业正面 然后精进 加工又行 正经进正念正业 然后成就什么 重返到圣 超返入圣 这样才是真正 你可以从佛法中得到的 那么大家应该要 好好好好就是思维这个道理 多跟正见相应 未来 未来 你虽然力量比较少 但是很多人 会带着你往前 那么你力量大的时候 你影响的也是这些人 那么甚至你可以影响 其他外面的人 我们的父母眷属 很多人不信佛法 对佛法没有力量 那么这些人未来能不能得度 靠谁 靠佛吗 没有靠你 为什么你跟他最有姻缘 他未来因为跟你有姻缘 他会相信 他会多跟你在一起 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变得有力量 你已经变得有力量 所以 未来当你有力量的时候 不管谁在你的身边 不管是善言恶言 你都只会让他们变好 这个就是回向的利益 我现在学佛 是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当我自己变得有力量的时候 在我身边的人 不管 是 不管是跟我有恩的 有仇的 讨债的 还债的 我都会让他变得更好 那么你为什么来学佛 你学了佛要成就什么 愿你此功德 我现在学佛 有增长什么功德 功德是作用 我的内心有什么作用 我这些作用 有没有到决定 有没有增上比他们好 你比别人好 你才能够影响别人 而且你要 跑到一个程度 你不会 你的好不会因为不好 你会变得更的不好 你的好 不管别人好不好 都只会让你更好 而且你的好 不管他好不好 你也只会让他更好 这样 你的学佛 就叫做有功德 那回向基本上就是让你 让你的功德在这个 你的周围的人 产生作用 我这一辈子 都不了他 但是因为我心里面 他跟我的姻缘 他未来 肯定会跟 我有见面 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见面 他未来 因为有缘就会在一起 但只要在一起 我就肯定可以利益他 是这样的利益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你此功德 不急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谢谢大家